哈喽我是娛樂 接下來我們要迎接下雪天的到來了 除了12月11日開始的雪人之外 還有12月15日的聖誕裝飾 今天的分享要先來提醒12月15日活動的注意事項 還有分享快速獲得登視的方法 為什麼那麼早提醒呢 我等等會慢慢解釋給大家聽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在影片開始前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能接收最新影片通知囉 提醒一下這次的攻略分享 是開了許多實旅玩家的討論 覺得如果沒有提醒大家這些注意事項 可能會影響一般玩家的遊玩體驗 所以決定分享給大家 12月15日那天 西式會就會佈置聖誕裝飾 而12月的月報 我提到這些聖誕裝飾 只會出現在有登視的真夜樹上 月報發布之後 在巴哈姆特有網友問了一個問題 問題是這樣的 請問 帶燈視的真夜樹在活動期間內 會固定是哪幾棵樹嗎? 還是每天會換其他棵樹? 我也蠻好奇這件事的答案 所以到處尋找了答案 我上了Reddit 關了Twitter 然後看了一些Youtube之後 除了網友原本的問題 也發現之前很多玩家使旅到12月15日那天 發現沒有半棵樹有登視 那我在想到底是真夜樹的數量不夠 還是沒有觸發節日的需求機制 所以要更仔細的去翻找資料 得出了以下的結論 第一個注意事項就是活動期間 帶燈視的真夜樹是固定那幾棵樹的 而且千萬不要想說可以幫移動這些樹 當你挖起來 重新種植之後 它就會變回一棵普通的樹了 這點要特別注意 不要因為想佈置到某個地方而動了移動的心啊 第二個重點是 有玩家提出說即使中了20棵樹 有可能會出現整個島都沒有登視的情況 所以我一直在查到底中幾棵樹 最後終於在之前日本Youtuber的實測找到了答案 他們測出出現登視真夜樹的機率 大約是50%的機率出現 但是我心裡納悶 那為什麼潤壇上中了20棵真夜樹的網友 沒有出現半棵呢 後來才知道真相只有一個 大家還記得每天固定會有幾棵樹 有黃蜂 有家具還有金幣 而數量分別是5棵黃蜂 2棵家具還有15棵的零錢 也就是說如果你原本島上存在的真夜樹 已經存在的這些東西就無法被裝飾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東西摇出來 好讓它隔天可以刷新 那這個未解之名終於得到了答案了 以下就是懶人包 第一個重點 燈飾只會出現在真夜樹上 而戴燈飾的真夜樹是固定的 12月15那天西式會就會幫你裝飾整個島嶼 所以要特別注意 還有就是挖起來重新種植的話會變成普通的真夜樹 第二個重點是 出現戴燈飾的真夜樹的機率大概是50% 所以多種真夜樹是對的 第三個重點是 活動前一天 14號那天大家記得搖遍所有的真夜樹 確認樹上的東西都有被搖下來 這樣子隔天燈飾才會出現在這些真夜樹上面喔 雖然這次的情報都來自十旅網友的測試 但我覺得沒有做好事前準備 也會影響一般玩家遊玩的體驗 所以選在今天分享這個注意事項懶人包 是因為重樹需要時間 如果有改島的玩家也可能需要比較多的時間去整理一下 並且種樹 由於根據查到的資料就是15日當日 出現裝飾之後就是固定的 種新的樹的確有機率有燈飾 但畢竟種樹要等4天 而聖誕節的日子也很近 急著佈置的玩家可能沒有辦法等那麼多天 所以大家記得至少在12月11日之前 在想要的地方種好真夜樹 並且在12月14日的時候把所有的真夜樹搖過一遍 確保樹上沒有任何特殊的物品 既然是第一次提角做攻略 所以也順便分享快速獲得燈飾的方法 其實就跟之前搖樹枝的方法是一樣的 確認燈飾的真夜樹附近都是空曠的 先站在左邊搖樹 會搖到8顆裝飾 再換到右邊繼續搖 這樣搖一趟最大數量可以搖到14顆裝飾 而且這次搖樹不會掉樹枝 全部都是掉燈飾 看來比樹果還要好收集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啦 有關於聖誕裝飾季節的日期 2017.010分 特別是 並且攝影機為 上面在一段時間 我們來段燈飾 其實是